一位孝子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智德 这种的柔软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一个人要能够呈现这样的柔软心 说实在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人都有一个自我存在 因为这个自我所以让我们不能够柔软 因为这个自我因为这个妄恋 所以让我们不能够真正如水一般 所以我们才说一个孝子他所呈现出来的 已经达到一个妄恋之所纯然放下的这种境界 所以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当下的心是最亲民的 他当下的心是最光明的 所以我们才说这种的心他是最清澈见底的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出一位孝子 他所呈现的智德 他是一个真正展现的他的柔软度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从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很多孝子他所呈现出来的 确实展现的可以说是表露无遗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一份的柔软心 是一位孝子智德当中里面 他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德性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人所必须要学习的地方 因为唯有谁才能够真正呈现出那一种细腻柔软 贯穿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一位孝子也好 甚至一位慈爱的父母亲也好 他都具备这样一个特质 所以因此我们从智德当中里面所看出来的这个柔软心 相信各位我们这么一讲 各位我们在细细的观察 慢慢的体会应该可以看出来 我们回想过去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 甚至为了子女的时候 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看到父母亲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照顾 只要有一点的风吹草动 父母亲就能够发现出来 父母亲就能够感受出来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 父母亲也是具备了这样一个柔软心 所以这个柔软的心 它是最能够去跟周遭产生互动的 周遭的一切产生敏感度的 所以我们才说一个孝子 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柔软心 跟一位慈爱父母亲 所产生的这种柔软心 它是一致的 所以也更能够体会出 我们所谓的刚刚所讲的 一位孝子所呈现出来的 那一种纯然天性的 那一种纯善无恶的那一份心 就是所谓的柔软心 所以我们才说 智德当中所具备的第一个特质 叫做它具备的一个柔软的心 第二个它所呈现出来的 是一种大致若语的心 也就是说它是具有一种 智慧圆满的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孝子 大概观察 大概都具有这样一个特质 都比较刚毅木纳 木纳寡言 憨厚耿直 大概都具有这样一个特质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的心最真最善最美 所以自然能够呈现 这样的一个憨厚耿直的特质出来 所以我们才说 一个孝子所呈现出来的智慧 如同大致若语一般 所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真身 真夫子 孔老乌直就给他一个评语 叫做生也乳 生也语 这个语 感觉上是愚昧 其实他就是大致若语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真子 他是非常自孝的一位修行者 他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圣者 他对父母亲的尽孝 大家是众所皆知 所谓的孽子痛心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听过了解 所以有一次 这个真子他到山上去砍柴 刚好妈妈在家里面 母亲在家 刚好他的朋友来造广 这时候妈妈内心也很方张 因为真子不在 怎么办呢 突然之间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很自然天性的流露 就手伸起来 舌头就往嘴巴一送 咬一下子 咬这个指头一下子 这么一下子 真子他竟然能够感受到心痛的那么一下子 所以真子心痛一下子就感受到 可能家里有事情需要他去处理 所以他就回来了 所以各位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了解 母子连心 那为什么母子可以连心 就是因为真子跟妈妈之间 他是没有隔阂 他是表现一份真正憨厚梗子的内在 他是表现一份纯善无恶的内在 所以他的心可以跟妈妈的心 可以相互感通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感受到孔子对真子一个称的一个 给他一个描述 生野鱼的一个称呼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体会出来 又有一次 真子他在帮父亲在整理这个庭院 在整理这个菜园 刚好这个菜园种了很多的瓜 瓜果裂 结果这个真子在除草的时候 不小心 这个锄头把这个瓜藤砍断了 这时候他的父亲就非常生气 就拿起这个锄头的扁蛋 拿起来就往真子身上一打 他差一点没有打死 所以当这个事情传到了孔夫子身上的时候 孔老子因为是真子的老师 他就指责真子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献你父亲你不义 万一你被你父亲一棒打死 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是献父亲你不义吗 所以这时候真子才恍然大悟 所以孔老子就对真子讲 以后你是小杖则寿 大杖则寿 就是说如果爸爸拿着小的藤角 你就可以接受 拿着大的扁蛋 你就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体会真子的憨厚梗子 这就是一种大智若鱼 一位孝子所呈现出来的 一份非常了不起的智慧的心 所以这种智慧的心 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呈现出来 在佛经上来讲 他所强调的叫做三规五戒 在三规当中里面 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 叫做戒定慧 它是透过一个戒律 然后一个禅定 最后达到智慧生花 我们也可以了解 在佛家来讲所谈的这个戒律 就是让我们真正耶稣我们的身心 在一个规范当中里面 我们不预举 从这个戒律当中里面 我们可以收射身心 从收射身心当中里面 我们心不外放 我们自然就可以让我们心定 心定自然能够真正达到禅定的 达到一个亲近的心现象出来 所以有了亲近心之后 才能够生花智慧 所以在佛教来讲 他所强述的戒定慧 也是有他一个很重要修行的道理 我们透过一个戒定慧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让我们智慧大开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一个孝子 他的内心里面 他虽然没有透过戒 但是他的心是纯善无恶 所以当下他所呈现出来的 也是如同佛经所讲述的 佛家所强调的 达到一种生发智慧的效果 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去明白 一个孝子所呈现的 大智若矣的一个现象 真是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存心 所以我们才说 一个孝子呈现的智德里面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就是在一种大智若矣 在一种智慧的流露 表现是一种 可以说纯善无恶的天心展现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第二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他所呈现的是在一种 非常重要的 叫做佛波玲珑的通全答辩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孝子 为了要让孝子